接上一个视频中我们讲到 今天康特和阿祖法终于和解了 他们也一起规划了对未来的打算 阿祖法忙着做家务 康特也在边上帮忙 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做事情 就像回到了从前一样 康特见阿祖法今天心情好 他们夫妻两个终于可以开开玩笑了 以前他们因为一些事情关系紧张 可是回头想想 只要他们两个人各退一步 互相理解 他们就是有难关也会渡过去的 他们夫妻两个其实都不是贪心的人 老哲已经和他们说了很多次 让他们去原来那个工地上建房子 可是他们觉得老哲也出了一部分钱 那里的土地肯定不完全属于他们 做人不能太得寸矜持 老哲已经帮助他们那么多了 除非他们以后有能力了 把老哲买的土地钱给他 不然他们肯定不会站为己有 阿祖法现在也知道 老哲家也有烦心事情 他和他女儿还是这样一直僵持着 来拉到现在还是没有回家 可即使闹成这样了 老哲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心意 他很有可能真的要和阿萨尔结婚 阿萨尔知道老哲女儿很反对 他也在老哲面前说 不要因为他让他们妇女不和 这样他会很内疚的 他这样说以后 老哲反而觉得阿萨尔真的是体贴入位 他们还没有结婚 他已经很关心他的事情了 最近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他们都说阿萨尔动机不存 看重的就是老哲家的地皮房产 现在阿祖法那里的地皮也属于他 那女人肯定会心动的 让老哲千万不要上当 可是现在谁劝他也没有用 阿祖法和康特已经提醒很多次了 他们决定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再说 要是老哲真的要和他结婚 他们肯定让他不要操之过急 康特今天在这里不仅帮阿祖法干了活 今天看着可爱的阿斯曼 他由衷地高兴 其实他所求的不多 只要和爱的人生活在一起 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会让他觉得生活很值得 康特今天一天心满意足 他带着男孩子和阿祖法告别 他说我过两天会再来看你的 你把两个孩子照顾好 我一定会想办法买到合适的地皮 到时候我再和你说 我再和你说 我再和你一天心满意足够的地皮 我再和你一天心满意足够的地皮